人类自身也被内置了一个周期性时间 地球生物可能都是对于太阳的过度依赖 我们的身体大多的周期都是日出日落决定的 后来人类根据日月运行的周期 把时间做了个详细的刻度化 最早在公元2000多年 亚树巴比伦人开始了月亮周期纪律法 也就是中国现在还在用的阴历纪念 公元前八世纪还是这些亚树巴比伦人 把一天分成24等份 一小时分成了60分钟 时间更加详细了 在公元前45年 罗马执政官优利乌斯凯撒 人类认知时间分两个阶段 牛顿时间和爱因斯坦时间 听牛顿这句话 你就知道了他对时间认知的全貌 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 自身在流逝着 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 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的流逝着 在牛顿看来 时间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 从来不逗留也不会停滞 牛顿世界的时间是云速流动的 时间是永恒不变的 这样我们可能得出一个结论 天涯共此时 这个宇宙中的时间是一样的 人类共用一个时间 外面的世界也和我们共用一个时间 爱因斯坦说了 No, No, No 天涯共此时从来不共此时 更没有此时此刻 现在我们看看爱因斯坦在 狭义相对论中对时间的阐述 时间空间物质和我 我是一个旁观者 这四个东西是绝对不可分割的 观测者所运动的速度越快 他经历的世界流动就越慢 相应的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也就越短 这就是空间在变小 这就是狭义相对论中所谓的 中慢效应 也叫时间膨胀 还可以叫尺缩效应 只有在没有质量的物体中 比如光子才可以光速运动 所有有质量的物体 运动的速度必须小于光速 必然小于光速 光速是其运行速度的极限 物体只可以无限接近光速 但永远不能达到光速 如果持续加速某个物体 物体的能量就会不断的增长 运动速度也会不断的增加 当物体的速度几乎接近光速的时候 但它无法再增加了 外界给物体的能量 会变成物体本身的质量 粒子加速器 原子弹的爆炸都从这里得到了灵感 也就是说物体的速度越快 它本身的质量也就会越大 比如说黑洞吧 因为有质量的物体 就可以扭动时空 时空扭曲的程度越大 时间流动的速度也就会变慢 宇宙中质量密度最大的那个天体 也就是人类所谓的黑洞 黑洞对时空扭曲的程度 是人类现在观察中最大的 人类的时间 在黑洞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时间 人到那里就能得到涅槃 后来爱因斯坦在广义相论论中 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论 做了局部的扩展 他认为只要一定能量的或者质量的地方 时间和空间都可以随时被扭曲 扭曲的程度决定了质量和能量的大小 也就是人的力量的多少 决定了你能扭曲时空 决定了你的个人力量 空间扭曲越多 时间流动的会变慢 时间在光的制衡下 好像不会变快 时光时光 爱因斯坦认为 时间和空间物质 我们都紧密相关 这些不可分开讨论 彼此一存 缺少任何一个 其他都不可以存在 简单总结 物体所出的速度 决定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而速度是因为观察者的存在 没有参照物 没有观察者 速度是不会存在的 同时另外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不去观察世界 世界就不会存在 当然我们也不存在 我们所观察的世界 是为我们准备的 只为我们准备 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明白了爱因斯坦 时间相对流量 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天地差别 是因为任何空间 都以特定的 时空扭曲的程度 而决定的 时间流动的速度越快 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天地的差别 是因为任何空间 都以特定的 时空扭曲程度 决定了时间的流动速度 简单来说吧 每个地球上 其实每个地方 时间流动的速度 各不相同 人们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速出的 时空扭曲程度不够大 我们的眼睛看世界 也就是唐王说的 捕捉世界的速度 不够快 还有就是我们看见的 宏观物体的运行速度 都远远小于光速 时间流动的速度 差距实在太小 小到我们根本无法察觉 或者被我们的眼睛 自动忽略了 人类当初 怎么发现时间的呢 他们不是发现了时间 而是发现了人会死 食物会腐烂 用的物品都会变旧 万物好像都在变化 人类为了记录这个变化 而发明了一个刻度 叫时间 但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呢 好像没有本质 人类自身 也被内置了一个周期性时间 地球生物 可能都是对于太阳的过度依赖 我们的身体 大多的周期 都是日出日落决定的 后来人类根据 日月运行的周期 把时间做了个详细的刻度化 最早在公元2000多年 亚述巴比利人开始了月亮周期 记录法 也就是中国现在还在用的 英历纪念 公元前八世纪 还是这些亚述巴比利人 把一天分成24等份 一小时分成了60分钟 时间更加详细了 在公元前45年 罗马执政官 优利乌斯凯撒 颁布了一位 或者叫乳略力的全新立法 1582年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 颁布了格里高利立法 一直沿用到现在 也就是现在全球最通用的 那个杨历纪念 全人类开始共用一个时间 差不多是从英国有火车才开始 最早是英国的火车运用商发现 他们各个小镇的时间 都不是一个时间 不统一 这给火车的运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大本中也是这时候开始 英国资本家发现了 地球人需要一个时间认知 地球也就有了现在的标准的时间 格里尼治时间 现在地球人的时间 都是从伦敦的格里尼治开始的 时间的新的认知帮助我们 其他的时间可以变快 可以变慢 可长可短 随时都在变化之中 我们只有抛开了 对时间的惯性思维 我们才能看清这个世界 看清人类的宇宙到底是真正的样子 也许一直到相对论的出现 人类才慢慢开始接近了时间的本质 时间是一个有时由衷 可长可短 和物理空间为一体 可以说和我们人类为一体的一个存在 时间只是一个存在 另外时间不会倒流 因为造物者定下一个比时空规则更高的规律 是商增定律 根据商增定律来看 一个盘子碎了 一个星球爆炸了 绝对不可能再回去 时间定律必须符合商增定律 时间不可能倒流 所以人无需悔恨 无需悔意 只需好好的活在当下 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商增定律的规则下 时间只能前行 不能倒流 走回头的路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回到自己的意思的 回不到自己的家乡 人回不到自己那个安全的子宫中 唐旺所说的 我们看见的世界都是有滞后性的 我们这里来举个例子 就明白了 相对论中的时间的局部性 局限性 滞后性 我们中国人喜欢夜观天象 看北斗七星是否异味 天空中的星光 其实都是从不同的时间点发出来 我们看到了 星光是在一个时间点进入了我们的眼睛 北斗七星中 距离我们最近的天玄星 79光年前的 而最远的天数星是123光年前 如果你在地球的大疫情灾难中去观北斗七星 你看到的是1945年的天玄星发的光 和1901年天书星发的光 另外五个星发的光 时间也各不相同 再看个例子 从宇宙更大的空间来看 时间的局部性 局限性就更明显 我们看到的仙女座的星光 哈勃第一次用望远镜看到的是254万千发 当前仙女座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再等254万年才能知道 254万年什么概念 地球上第一批猴子来到非洲的时间 也就是猴子的后代 哈勃 第一次看见仙女座 看见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就是地球上第一批猴子 来地球的时间 从这里你就明白唐王所说的 我们看到的世间 事物都是滞后 我们看到的世界 是我们大脑的印象 幻象而已 凡所有象 皆是虚妄 同时 在宇宙的大尺度下 你就明白了 此时此刻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时间 和遥远地方的时间 根本不够行 从距离上看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 可能都不够行 不要说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大洲 时间只在局部范围内 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或者叫参考性的作用 这里你就明白了 时间是局部的 有人的时间 有观念 有人没有时间观念 不是别人没有时间观念 而是你的时间观念 是局部的 不是你的 是别人的 这就是时间的局部性 最后了 我们好像啥也没做呀 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拥有了时间 我们拥有了空间 我们拥有了能量 力量等这一切 这好像是免费的午餐 这些都是造物之主的恩赐 对吧 探索这个时间 不能延长我们所有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 或者我们拥有的空间 也不会让我们 更多的拥有土地 但能让我们的意识升华 让我们知道 我们拥有的是什么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明白了时间之后 就像开了天眼一样 去看世界吧 或者我们开始用第三只眼 去看世界 去看自己 自己作为自己的旁观者 看看自己 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行 决定自己的行动 我们无需永生不灭 我们只需珍惜当下的时间 我们做自己该做的 我们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们认真活好 每一天 好 谢谢大家